这个呢就是自行车最初的样子 今天咱们科普一下一台自行车从零到零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一台自行车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吗 注意啊 我说的是制造 不是组装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凤凰丹阳工厂 这些绿材呢是制造轮组和车圈的一些原材料 通过这些设备制造出车架所需的管型 然后再通过这些工人的几道焊接 这些标准的榆林汉车架就完美出炉了 然后再通过烤漆房的烘烤和贴花 这些车架就基本成型了 车圈的制造工序和车架基本是一样的 也是由铝材成型制造出我们所需的尺寸 然后再用专业的机器打孔 然后呢再由这位阿姨 不是搭姐边圈上调 经过专业的机器矫正上紧 然后再经过设备的反复调教 这轮组就基本形成开始装轮胎了 装的时候呢一定要快 要不刚才那个阿姨她说你 因为这是流水线 这师傅装飞轮呢也是老手 一顿操作猛如火啊 这东西不认识不要紧 因为它后来的样子叫链条 先制造出链条所需要的零配件 然后经过机器的一些组装 这链条就基本成型了 当然了这东西需要专业的设备来检测 而且需要测量是否合格 合格之后呢就开始装盒打包 链条就算是完成了 做出来的零配件呢 需要专业的设备来测试才行 像车架的压力测试 取柄和牙盘呢 得这么反复来回十万次 经过这么多严格的测试 全部合格了 才能正式投入市场 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 装车了 一看这位师傅的眼睛 杜手就知道这是一个老手 像这些组装环节呢 也基本都是流水线 每个人只负责一个部件 因为这样才能高效精准的去完成 完事之后呢就开始打包 然后成品 装箱 出货 一气合成 一台高品质的单车制作真的不易 关注小莫 全是干货